哈囉大家好新年快樂 今天我們要來講今年最值得期待的7項iOS 16新功能 沒有錯我們現在的iPhone其實是停留在iOS 16.2 那接下來會有iOS 16.3還有iOS 16.4的推出 然後緊接著在今年的6月WDC上面應該就會發布iOS 17 是不是非常的快呢 那其實每次在WDC上面發布的iOS 都是接下來一年他們會進行的開發 所以現在的新功能其實都是去年6月就已經承諾說會有這些功能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看一下接下來半年 iOS會有怎樣的新功能吧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講的是Safari的網頁推播通知 那網頁推播通知又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當一個網站今天有更新資訊的時候 它就會像所有App那樣子跳通知出現在你的手機上面 不管你今天螢幕是關著或是開著 或Safari有沒有打開它都會跳出通知哦 那接下來如果有支援的話 我覺得這方面會非常好用的像是有新聞的網站 蘋果商店更新 例如說你要去搶最新的iPhone之類 或者是網拍的更新之類的 如果你想要收到這個網站第一手的資訊的話呢 就可以打開這個推播通知 那接下來呢在iOS16還有iOS16上面都可以支援這個功能哦 那目前呢蘋果也已經提供這些網站開發工具 讓他們自己去探索要怎樣使用這個功能 也就是說呢到時候並不是所有網站都可以使用哦 但目前這個功能開放時間還不確定 但是今年呢是一定會推出的哦 下一個呢我們要講到Apple Pay Later 也就是先買後付的服務 大家都知道Apple Pay呢非常的好用 就是在能夠使用的店家 你可以直接用手機去付款嘛 那接下來呢他們即將推出這樣子一個服務 就是符合資格的消費者呢 可以將單筆的Apple Pay消費金額分期付款 那總共能會分為四期 然後六週去分期付款這樣 而且過程當中呢完全不用任何的利息跟手續費 然後這個功能呢會直接內建在我們iPhone的錢包App裡面哦 那只要是你原本可以使用Apple Pay的地方都是可以使用的 不管你今天是用iPhone啊或是iPad卸上購物 那這功能呢非常可惜的就是目前規劃只有美國能夠使用 而且並不是每個州都可以用哦 那我自己是還蠻好奇說它的審查制度會是怎樣進行的 就是你要怎樣去調查這個人的信用評分啊之類的 再來下一個呢我們要講到Apple ID全新的安全密钥功能哦 在iOS 16.3的Beta裡面呢 我們就看到也這樣子一個新功能 那Apple ID安全密钥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你今天啟用之後呢你必須使用一個硬體的安全密钥 來登入跟驗證Apple ID 也就是說你之後的Apple ID兩步驟驗證呢 就可以使用實體的鑰匙了 因為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之前的兩步驟驗證呢 就是你一定要有另外一台蘋果裝置嘛 那取而代之的這個實體鑰匙呢 蘋果說他們不打算自己推出哦 所以會委託第三方的廠商生產 那他們合作對象可能不只一間廠商 那目前知道有可能是Ubico這個牌子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這個實體鑰匙呢會綁定你的Apple ID 所以就不怕你今天換手機還要重新設定這樣子 那雖然說這個新功能是為了預防釣魚詐騙 避免你的帳號被騙走 但是你就要非常小心的 這個實體鑰匙就千萬不能掉了哦 下一個我們要來講 蘋果信用卡專用的儲蓄帳戶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美國呢 蘋果有推出自己的信用卡哦 那在去年的10月的時候呢 蘋果就宣布說他們接下來也要有自己的儲蓄帳戶囉 那這個儲蓄帳戶呢其實是為了蘋果信用卡量身打造的哦 就接下來呢這些蘋果信用卡的持有者 都可以到高盛銀行開一個儲蓄帳戶 而且回饋還蠻高的哦 如果你今天使用Apple Pay的話呢 可以享有2-3%的現金回饋 那直接使用Apple Card實體卡的話呢 也可以有1%的現金回饋 那存到這個帳戶裡面的錢呢 會立刻開始升利息 過程當中不會有任何的手續費 也沒有最低的存款限額哦 那這個功能什麼時候會推出呢 其實在iOS 16.1的時候就已經看到它的印字了 不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在iOS 16.3可能都不會看到它正式的推出哦 所以缺席的時間還沒有確定 而且台灣的使用者應該是無緣啦 可以看得出來呢 蘋果也是在金融這方面非常積極的想要發展哦 在下一個我們要講到iOS 16的另外一個大亮點呢 就是全新的CarPlay 在去年的WD上面呢 他們其實有展示最新一代的CarPlay哦 那下一代的CarPlay呢 其實會以iPhone為基底呢 去設計它的軟體啊 包含說螢幕啊 小工具還有儀表板 跟控制溫度還有音樂等等的功能 那這樣子車子呢 感覺就非常的棒 因為在車子裡面 就等於有一個蘋果的生態權 你知道嗎 不過難度非常高的點就在於說 他們必須要跟車廠配合哦 那蘋果目前預計是在今年底會發表第一台車 而且合作夥伴都還蠻大牌的哦 像是Ford啊 賓士啊 Nissan Porsche Volvo 跟其他的車款 那蘋果呢 也說除了在今年底會發表最新的車款之外呢 更多的細節也會在接下來透露給大家哦 接下來呢 我們來講iCloud進階資料保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自己存在iCloud這些雲端的資料 會不會有一天被盜走呢 那顧名思義呢 這個功能就是要保護你iCloud裡面所有的資料 像是你的iMessage 或者是照片啊 郵件等等的服務 都會採用端對端的全程加密傳送哦 那這個功能呢 其實這iOS 16就已經開放給美國的使用者使用了 不過接下來呢 在2023會慢慢開放給世界各地的使用者用哦 不過蘋果也有警告大家 如果你今天使用這個功能 一旦遺失了你這些資料 可能就沒有人可以幫你修復回來咯 再來下一個我們要講到 iPhone的衛星緊急求救功能 就是我們知道呢 iPhone 14系列開始有支援這個衛星求救的功能 就是讓你今天在沒有WiFi或行動網路的情況下 還可以使用衛星發送緊急求救的簡訊之類的 那目前呢 已經開放了國家 像是有美國啊 加拿大 法國 德國 愛爾蘭跟英國 那這項功能呢 在2023也預計開放給更多國家使用哦 不過非常可惜的就是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哪些國家會開放 因為可能就是跟法規啊 或是衛星的使用權有關係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這項功能 在你iPhone 14開通之後可以免費使用兩年 所以兩年之後呢 可以預計蘋果可能會推出其他需要付費的方案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2023最值得期待iPhone 16新功能就介紹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呢 我覺得聽起來好像都還好欸 而且目前iPhone 17的消息其實都非常的保密哦 就是不知道會有哪些新功能這樣 希望今年還能夠再看到一些更有趣的功能推出啦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還有想要看什麼iPhone的教學或消息的話 你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哦 那最後呢也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まぁ 再見 再見